嗯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 兔狼的頻道 我是兔兔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兩個女生的婚姻 我覺得大家可能 不太知道我們這樣子的婚姻 是如何操作的 面臨到一些 情況的時候 我們之後怎麼處理 就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好 首先我們先來 潛談一下 我們的背景 不免俗還是要跟大家說 我們怎麼樣出櫃 其實這裡我們所有影片 都沒有討論過這件事情 我們就簡短的說 她是我唯一想帶回家的交往對象 然後剛好是女生 所以我就跟我媽說 我要帶女朋友回家吃飯 介紹給你們認識 就這樣 我之前不管男朋友還是女朋友 都不帶回家 所以我媽知道要把她帶回家 第一次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 我爸媽已經有預感了 所以看起來是要結婚的趨勢 就這樣 我的啊 差不多 那我們來講家長的反應 簡單講 其實我覺得他們都是很OK的啦 對 但是這個就是每個家庭不一樣了 然後只是剛好我們兩個人的家庭蠻 類似的 總歸來說我們出櫃的故事 其實就是 順順利利的啊 簡短就講完了 所以不是我們不討論 我們也沒有什麼很twist的 這個經歷可以跟大家分享 不太drama 沒有什麼很驚心動魄的 就是這樣平平淡淡的過了 對 就很像你跟你媽說 媽 我去吃麥當勞 蛤 要吃麥當勞 好吧 那你去吃吧 就這樣 也因為每一個家庭狀況不一樣 所以我們其實也沒有辦法去幫大家解答 所以在講到這個背景的時候 不外乎一定會 詢問一下 你如何不在乎他人的眼光 與同性結婚 同事啦 朋友 生活周遭會遇到的實體人啊 我依舊保持神神秘密 不管跟男生跟女生跟什麼樣的人交往 我都不太會說 有一些會講 有一些不會講 就是看那時候的心情 撇除這個感情狀況之外呢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身邊的人跟我相處 就是因為我這個人 是跟性相無關的 不管是工作能力啊 或是待人處事啊 對他們來說 我是一個什麼樣的朋友 比我的性相還要重要 所以等到我跟你在一起之後 糟糕天下 巴不得跟所有人講的時候 大家就是給祝福 至於我的話呢 同上 都在我回答你 是不在講同上 可是是真的同上 我再講一次 剪輯細剪得很累啊 但就是真的差不多啊 好 那我就再講一次 不要不要不要 我問你性的問題 就是換你先講 這個是你性的人 你會在乎那種遠的嗎 他知道你 你可能知道他 但你們就是不熟 基本上分兩種人 因為講到更外微 你不認識的人 他就是會表達支持祝福 或者是說不支持 甚至可能會有一點點 攻擊性的言語 大概分成這兩種 網路上的留言來說的話 其實90%都是非常正向的回覆 那如果真的是10%的話 其實我真的不在意耶 這些評論 其實對我的生活 沒有什麼影響 那我只要知道 大部分的人都是喜歡的 都是祝福的 其實我覺得就好啦 這個是遠到你都不認識 我說的是那種 你知道他 他知道你 但我覺得討論總是沒有意義啊 因為我身邊就是沒有這種人 為什麼一定要把我假設為 如果你身邊真的有這種人的話 你要怎麼辦 例如說很多人很喜歡我們說 你們家人都很支持你們 那如果他們不支持呢 你要怎麼辦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家長就是支持你 為什麼一直要把他 假設為不支持 因為你就是沒發聲 你說那些假設都是不存在的 問這個問題應該是 希望我們可以 設身處地的 為問我這個問題的人想 可是坦白說 一個問題 它是連鎖效應的 問題一定是接二連三的 有關聯性的 你不能單一只看這件事情 不去處理其他事情 然後每個人的選擇 跟做法也不一樣 那我如果給你建議 其實我也有辦法問你的人生負責 反正我們自己情況是這樣 但坦白說 對我來說就是 差不多同上 你會不會要同上 我就不熟 那你討厭我 你覺得我在乎嗎 我根本不在乎啊 就講的 好像我們就會一起勾肩大廢 去吃麥當勞一樣 也不會啊 已經不熟到這個程度 我又何必在乎你是 喜歡我還是不喜歡我 如果你喜歡我們本身 就有可能會變成朋友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其實跟我的性向 對我來說其實好像 其實我們身邊真的都是 對我們非常善意 然後支持 祝福 他也沒有特別支持 就是正常的祝福 就跟你朋友 跟他男朋友結婚了 你一樣會祝福他 你也不會讓人家覺得說 好像祝福加倍 我怕大家會一直帶入說 你這樣情況很特別 大家會不會對你好特別 其實大家對我們很正常 朋友之間的支持 以及希望你可以得到 幸福的那一種祝福 這就是我們的背景 因為這畢竟是 同性的家庭嘛 很多人會直接切入說 沒有一個男生一個女生 大家很容易帶入一些公式 例如說 出二回娘家 那你們要怎麼辦 大聘小聘什麼 那你們要怎麼辦 小孩的姓氏 那你們要怎麼辦 一一回答 婚禮 那什麼大聘小聘 其實我搞不清楚 因為我自己沒有操作過 我就不知道傳統來說 流程是怎麼樣的 但我覺得這件事情也滿有趣 因為我們兩個 剛好是我們兄弟姐妹 這一輩的第一組結婚的 然後我們的家長也是 第一次操辦婚禮 我覺得我們家長滿有趣的 問我們 那你們有要處理什麼 大聘小聘嗎 他們還是用這樣的方式去問 我覺得他們最大的宗旨是 怕失禮 他們其實也覺得年輕人 結婚是我們兩個人的事情 我們想怎麼辦 他們可以配合 那如果有需要這個 流程要走一遍 他們還是得走 不要失禮 問我們兩個人意見 我們兩個人說 蛤?好像很複雜耶 就免了吧 很麻煩 其實我都覺得就算 是跟男生結婚 我也搞不清楚這些東西要幹 沒有辦法理解這個真諦是什麼 會不會這樣 不會啊 有些人就是能理解 只是你不能理解而已 我只是想表達就是 我們就是免了 對我們家的來會 也是第一次嘛 同性婚禮那要怎麼辦 那就看我們想怎麼辦 我們兩個得到最好的好處就是 完全以自己的心意 不會被干涉 以我們認為方便的方式去做 像那種婚禮現場 不是應該是新娘會被家長 遷入場嗎 傳統的應該是這麼做 那我們的做法 我覺得蠻有趣的 我們就是在紅毯兩邊 就會一起被遷出去 就一起走到盡頭 就不會有新郎在盡頭等 但就是我們兩個新娘 一路被遷過去 那好像我沒有參加這個 那你不是本人耶 傳統的是不是還有那個 要迎娶啊什麼的 喔對這個 全部都免了 我們就是照我們的心意 繁瑣的我們都不要 覺得有趣的 我們也不想分說 只有誰有 覺得有趣那是兩個人一起 那時候的狀況是這樣 下一個 除了回娘家 我們是怎麼處理的呀 我覺得我們兩邊的家庭 住的不算太遠 所以我覺得我們獲得的彈性就是 就是今年先回我家 大概除夕除一除二 三四五就去你家 真的就是看情況做調整 我們家長都有自由的領域 他們好像都是覺得說 啊過年就是這一段 這一段時間你們怎麼安排 啊我可以你可以 那就這樣就好了 就是我們大家都協調好 那如果你們要回來 那他就自己去跑他的行程 那如果你要回來 那我就盡量待在家裡 就類似這樣 然後關於小孩子的姓氏呢 法律上來說的話 本來就可以選 你要跟爸爸姓 還是跟媽媽姓 然後他有說一個很好笑 如果你在後鎮事務所 爸爸媽媽喬不定的話 就是抽籤 不知道啊 你知道我整個可能會不清楚 啊哪哪 每次放戶口他們都一定會有一個 協議書就是雙方簽名 協議好 是重複還是重複 我不知道欸 我好累喔 你現場其實有簽那一張 只是有你是跟女生結婚 也因為就是目前 從事家庭跟小孩相關的法律 還不夠非常的完善 基本上原則就是跟生母姓 但是之後 如果說我辦了 修養 跟恭喜是法律上的家人 恭喜要跟我姓也可以 這跟異性的記憶性通常也很類似 改嫁或是再娶 小孩都可以調整姓氏的 那個只要有協議好就可以 我們做法是就維持 因為我們一人生一個嘛 所以就是 誰生的就跟誰姓 嗯 就這樣 請參考 如果你很想看我們的影片 請不要吝聲按下訂閱 大小的舉動 大大的幫助 訂閱 家庭分工的部分 兩個女生到底怎麼樣做 整個家裡該做的事情 因為傳統上來說 不要說傳統上 因為我覺得我們兩個家庭 沒有到非常傳統 可是大家都還是會有一種印象就是 哪些事情大概都是爸爸在做 哪些事情大概都是媽媽在做 如果說你大概知道說 這些事情是爸爸在做 你可能在成立自己的家庭的時候 你會自動代入說 我是爸爸 我是不是應該要做這些事情呢 就是協調我們會溝通 對 我們比較能夠講說 誰做這個誰做那個 那我就是說我覺得我們兩個人家庭 也蠻類似的 因為在我們家是爸爸煮飯 打掃的話 兩個人都會請 所以沒有什麼太明顯說 好像家事都一定要丟給媽媽做 因為畢竟都是雙心家庭嘛 兩個人都一樣要工作很累 下半天就一起分擔家務事 就是唯一唯一一個 在我家只有爸爸做媽媽沒有做的就是 開車 我們家也是 一個家就是有很多事情要做 比如說衣服就是要洗 你如果有吃飯碗就一定要洗 垃圾一定要倒 就是看到就去做 看到就去做 對 我講簡單一點 事情就是這麼多 在桌面上 你們就看到怎麼該做 兩個人開始這樣瘋狂的事情做啊 對然後又剛好我們兩個人互補 擅長的東西不太一樣 先撿自己擅長的 剩下的都是比較中性的 就一起小化掉 家庭分工的話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比較蘑菇 沒有那麼鮮明 其實自己也有個想法 可能因為比較獨立吧 我就是跟家庭的影響沒有關係 就是看到只有爸爸開車 那如果爸爸在忙 比如說假日加班 媽媽想要去什麼地方 就沒有辦法去 然後我那時候就會Gate到說 喔這個不方便 所以我長大以後要學會自己開車 這樣就可以解決這件事情了 當然也不見得一定要會開車 但就是你要是願意有其他的方法 花錢去取代 我覺得也可以 比如說較緊的車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也算是有解 如果自己不會的話 另一個人不在的時候 不一定要做跟他一樣好 但是我要有替代方案劑去解決我的問題 再來很多人會在家庭分工的時候 會把教小孩好像都是媽媽的責任 然後我就會看到文章 欸奇怪 啊不管是小男生還小女生 小朋友出什麼泌尿道之類的感染啊 為什麼留言都一定要說 媽媽要注意清潔 都不會有人說爸爸要注意清潔 可是我覺得不行 大家應該要有意識 小孩是兩個人的 就我們也是新手媽媽 但是我們不會因為這樣子 小孩都只有我姑 或是只有你姑 處理完家裡所有事情的時候 小孩的事情我們兩個 還是會繼續分工 我們會一起照顧這個小孩 我之前也有看到一個文章 我又把它唸出來 它裡面有一段原話是說 我們那個年代努力一輩子 至少可以買得起房子 現在再怎麼努力 沒有一個好老爸 好公婆 大概這一輩子免了吧 嗯 為什麼沒有一個好老媽 他為什麼不講好爸媽 好公婆 為什麼媽媽直接被 剔除在有錢的角色裡 這就是刻板印象 無條件的已經 升職在你的腦海裡面 當別人這麼說的時候 其實一切都視為很常態 但其實有些這個常態 對於家裡有一些角色來說 是蠻不公平的 對 不是只是他人 其實我們自己 一定也會有這種誤趣 因為刻板印象就存在於 你的成長過程 建立起你有了這樣子的想法 包括我說我們原生家庭 如果哪些事情是爸爸做的 我們會自動認為說 喔這件事情就是爸爸做 哪些是媽媽做 偶爾還是會這樣想 還好我們就隨著我們這樣長大 會彼此獨處 你這樣這個是 太刻板印象 你不行喔 你不要這樣喔 你像個小孩了 我們兩個都這樣互相開玩笑 會去揪錯 所以恭喜 就是一個小男生 可能會有人說 你家裡沒有爸爸 他要怎麼樣學習 就男生相關該知道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 他可以看著兩個媽媽 做了哪些事情 他是否每一件事情 他也都能做呢 對啊 他或許什麼都可以嘗試 沒有一件事情是一定是 喔男生才能做 我們兩個現在已經就是 呈現一個 只能拿掉刻板印象做事的狀態 因為就是只有兩個女生 為什麼這一題會一直講到刻板印象 是因為 大家在看待兩個女生婚宴的時候 會一直套入刻板印象 所以我們才 深談一下這個刻板印象的事情 包括我們自己也容易會套入刻板印象 但是我們這個家庭就是沒辦法 就是兩個女生 我知道大家對於家庭的想像 會想要帶入性別的框架 是好奇的 大家不見得有惡意 我沒有覺得大家有惡意 只是我在探討 大家想知道說兩個女生婚姻會怎麼樣 透過這個告訴大家 對 因為我們就是只有女生 那我們是怎麼克服這些生活的難題 我們是如何做的 讓大家可以了解 好啦 今天影片就分享到這裡囉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想說掰掰